CNN报道 佛罗里达州的检察长已要求联邦调查局和佛罗里达执法部门调查 迈克尔·彭博通过缴纳费用来恢复重罪犯投票权的努力 共和党总检察长阿神利·穆迪要求该机构调查 潜在违反选举法的行为 彭博是前纽约市市长 202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上周他的政治行动从支持者和基金会筹集了超过1600万美元 又已支付佛罗里达州3万多名重罪黑人和拉丁裔选民的法庭罚款和费用 让他们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投票 据彭博的多位助手说 筹款工作将使佛罗里达维权恢复联盟授益 该组织有以前被监禁的人运营 他们正在努力使重罪犯更容易投票 彭博发言人杰森·谢赫特表示 这种透明的政治策略只是共和党人 试图让佛罗里达人丧失公民权的最新例种 CNN报道 在美国国家广场上放置了2万面美国国旗 以纪念全国超过20万死于冠状病毒的人 这项名为新冠病毒纪念项目的装置 是由华盛顿特区的一群朋友 在网上筹集资金组织起来的 他们在9月22日聚集了志愿者 将旗帜放在广场上 组织者在筹款网站上写道 这种极端的生命损失令人震惊 但这并非是不可避免的 总统对病毒的不断处理 导致数以万计的额外死亡 而且政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来纪念如此惨重的生命损失 而是选择淡化 尽量减少和无视一切 新冠病毒纪念项目的诉求就是 疫情生活中我们关心的 不仅仅是统计数据 还有家人朋友和邻居 纪念组织者称 这些旗帜一直保留到星期三晚上 CNN报道 费城最高选举官警告说 除非对保密信封的规则 进行修改 否则将在11月 有千份邮寄选票会被抛弃 费城城市专员 丽莎迪利表示 根据先前选举中的错误率 这可能意味着 有10万多个邮寄选票处 处于危险之中 特朗普总统在2016年 以超过4万4千票的优势 赢得了关键摇摆州 宾夕法尼亚州的选票 宾州是全美仅16个州 仍需要保密选票信封的州之一 在2019年大选中 缺席选民中约有6.4%的赤裸选票 如果这一比率适用于11月的选举 可能意味着仅费城便有3万至4万张废票 NBC新闻报道 随着制药公司争相生产新冠疫苗 许多人对在高度政治化的疫情大流行期间 以创纪录的速度 通过批准程序的注射疫苗持谨慎态度 尽管某些职业可能要求员工接种疫苗 但专家表示 学校几乎肯定会要求学生接种疫苗 这可能引发不情愿的父母 与教育官员之间的摊牌 美国大学教育法学兼职教授布莱安·施瓦兹表示 我们希望确保孩子尽快回到学校中学习 并且我们确实希望疫苗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对于父母来说 在为孩子接种疫苗时犹豫不定 这是一个特别微妙的时刻 长期以来 疫苗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 尤其是当一小群人传播不实信息时 所有州都允许出于医疗原因而对孩子实行豁免 而全国有45个州 加上华盛顿特区 都可以根据宗教反对意见给予豁免 最重要的是 有15个州立法机关允许 对基于个人道德或其他理由反对接种疫苗的人 给予豁免 追逐梦想城市同行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卫视新闻的主要内容 更多的新闻消息请登陆 ICTnews.com 我是小洛 感谢您的收看 关注城市卫视 每天与您相伴